主席 各位同仁 主委 董事長 各位官員 各位媒體好朋友 大家午安 主席我請王主委 來請王主委 主委辛苦了 這麼認真 但是這個 會期法案 進度 可以講說幾乎沒有 你要推的那些 不管是陸客陸生 還有我們的辦事處 都一事不成 會不會覺得很沮喪或是有失落感 我們就再接再厲 再接再厲 沒有時間的壓力嗎 這個基本上 程序上都一定要尊重立法院 那我們就會經理我們已經 很努力在跟立法院這邊溝通 那未來我們會更努力 努力是嘴巴在講 我看你努力顯然不夠 我們會更努力 我為什麼要虧你知道嗎 今天光是我們的 李敬毅委員 就很不爽 不然他為什麼下午還排個 要請你過來 他為了要問你一個人 害得我們都要全部陪他 這個我們會再更努力的感覺 我的意思就是說其實 這些相關的法案 或是我們兩岸的一些條例 其實都蠻重要的 那兩岸風風雨雨一路走來 這個也不是是你 我看我們林董事長感受也深刻 我今天不用特別問他 因為 5月7號啊 我們陳英靈前會長 到精華酒店來 他還虧他說 這一餐不會像 2008年那一餐這樣吃到 5月凌晨 那他當然是半開玩笑的 但是他這樣 這樣你 等一下你不用起來 我特別 等一下我給你 跟你說文解釋就好了 我想他的想法就是說 雖然兩岸這樣紛紛擾擾 然後 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終歸是在進步當中 2008年那一場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激烈 用慘烈來形容都不 都不有過 可是現在這種氛圍已經改變 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其實兩岸是朝著正向在發展 可是三不五時 還是會有一點點小肚子 就像我們上個禮拜吧 我記得還在那邊 我們還提個決議說 針對張志軍啊 現在官方主任他所提的說 台獨是垃圾股 本來我們還要 要求我們的陸委會 要強力來反擊 大家有點轉換 他這樣講 我的感覺 並不是突然想到的 是有備而來 其實我看民進黨也不是沒有 也不是沒有感覺 我看 不是同一時間 但是也是有回應 我看昨天晚報 蘇貞昌先生 主席 民進黨主席 他說現在最重要是建設國家 不是回頭去搞獨立的時候 你有看到這個晚報嗎 有 你對他這樣一個說法 有沒有什麼看法 我想 不管是任何一個政黨 大家都是在 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之下來 這個進行民主的制度的良性競爭嘛 那所以既然是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之下來 談這個問題的話 當然 中華民國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了 所以當然也不用再去談獨立的問題 對 所以你是比較客氣啦 就這樣一個解讀 那當然蘇主席他講的是 他是遵照台灣前途決議文 因為我不是民進黨員 所以我不知道台灣前途決議文是什麼 所以我剛剛特別要問一下民進黨的同志 同仁的不是同志 同仁 他給我解釋一下 就是說台灣的前途就是2300萬人來決定 那即使這是一個 也不算 我說實在也不算一個台獨的一個 必然是台獨的一個字眼 就是尊重2300萬人 不管怎麼樣 那是他們黨的一個 這個可以講說黨綱 那現在台灣跟大陸兩岸之間發展到這個 這樣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那尤其針對我們前前兩天 前幾天 五月八九號 台非兩國的一些衝突 在南海的衝突 那時候中國大陸他的東海艦隊要南下 那大家包括我們陸委會都說我們可以自己來解決 希望中國大陸不要插手怎麼樣怎麼樣 那可是後來事實證明 這個當然我們有能力解決 有能力 但是我是覺得解決的 這個結果並不是非常好 而且感覺那個力道有所不足 當時如果說其他的國家或是甚至於兩岸 甚至於這個這個其他友邦願意伸手來援助 不只是侷限於大陸 當時你們有沒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也歡迎他們來主持公道 站在我們這邊 為什麼我們當時就說 啊不要啦 反正你們不要插手 當時的考慮是什麼 你現在回想起來 會不會覺得當時這樣講 可是可能有點小小爭議 還是覺得還是這樣子 基本上當初的立場跟現在都是一樣 就是說其實世界各國 基本上對於我們的這個關切跟聲援 我們其實都是歡迎的 對 就只要關切聲援都是歡迎 其實我們當初講的是說 如果是針對護瑜這件事 因為這是中華民國政府的責任 所以這個部分由我們來處理就可以 可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我們現反是一中啊 站在現在執政黨的立場 也是也是一中啊 一中是中華民國 一中華民國 那你就把大陸人納為中華民國他來幫忙 但是就是說其實要處理這個問題 基本上不要讓它複雜化 這是中華民國政府的責任 中華民國政府也有能力來處理這件事情 對 我們是就是說怕它複雜化 而且覺得我們有辦法有能力的解決 可是主委 事實證明我是覺得 解決了離地老狼 不過最近的發展看起來不錯 那我告訴你喔 你覺得 你覺得 這當中沒有老共的影子在裡頭嗎 我的感覺是有呢 當然 大家都說是美國嘛對不對 美國啦 大多次大在講你也不要承認齁 大家都講美國 那美國 他的背 背地裡 或是說他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動作 難道不會受到中共影響嗎 委員問的問題已經超過我能夠回答的範圍 就是說 這個其實應該是我們政府跟努力跟菲律賓溝通的結果 這當然是最重要的因素 毫無疑問的 我告訴你喔 我也希望我們國家有那個能耐啦 但是啊 你看 這個當然今天不是屬於路爾會範圍的 但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 很多事情也不要說 在第一時間發生的時候 好像是說 怕為了 人家背負某些的罵名 然後呢 然後有些時候 延遲上也好 或是動作上會超之過激 你知道嗎 會防衛過當啊 就像菲律賓啊 他們不是防衛他們是執法過當啊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 現在已經 已經過去了 我現在回想起來 如果說當時 我們也不要登頓哪一個國家 就是說 只要來站在我們這邊的 有的 我們都 我們都歡迎 講這樣有什麼關係 聲援的部分的確 當初就是這樣表現 對啊 他們來聲援 我剛才就是 我那天不是跟你講說 就算北韓來聲援我們 我們也歡迎嗎 連北韓都站在我們這邊了對不對 我告訴你喔 不要 很多事情就覺得 好像有點自己先自知理虧 然後講話就不敢 就那個立場就不敢太堅定 主委你知道我意思吧 是 所以 這個 我就問一下 他們 國台辦發言人 楊毅講一段話 他針對民進黨終身帶他們成立所謂的華山會議 好像不是華山論見 他說 他說 他呼籲 改變立場 他希望民進黨改變立場 停止干擾兩岸交流合作 你認為 民進黨現在有哪些動作 他有真的 赤裸裸而且很明顯在干擾兩岸的交流嗎 我不知道我根本聽不懂楊毅在講什麼 所以這個問題根本不需要去回應他 你這樣不知道他講什麼 對對對 完全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他就發言是層級不夠 不是 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不知所云 連你這麼有學問都聽不懂 這個楊毅當 我覺得不管怎麼講 就是說政府的立場是這樣子 就是說 中共如果能夠跟台灣各個政黨交流接觸都是好事 所以事實上 如果未來民進黨跟中共那邊能夠有更多的交流 其實我們都是站在樂觀其成的一個立場 今天基本上我是要鼓勵你 因為我們今天 我今天在 剛開始在辦公室看到吳俞生委員 也針對 早已臨時改變 改變我們整個議程 來突然安排這個委員會 當然過去是沒有這樣一個潛力 但是基於同事之宜 我也不忍苛責 講話重一點 不忍苛責 但是真的這樣會造成我們的不變 因為你排了我們不來又不行 可是我們本來下午本來不準備要來問你 但是既然排了我們也尊重 希望像這種情形也不要太常發生 不過 我再給你勉勵就是說 其實你也不要太有挫折感 我就舉那個臨當 他過去 你看他很有頭腦 大家過去 歐立場就有頭腦 他還請陳寗寗到京華去 故意勾起他五年前的那種 往事的回憶 而且他沒有講 他還提醒他 你五年前還吃到凌晨 他現在不會 氣氛很好 這個裡面你要做氣氛很好 你看他的做法就很細緻 歐立場的做法就很細緻 換句話說 雖然過去是要風風雨雨 可是終究會過去 這兩岸的關係往前走 但是過有不及 太快也不行 太快不行 那當然 我是希望兩岸的和平發展 這個是必然 但是也要排除那些相反的方向 你的相反方向其實對兩岸都是不利的 你的看法呢 時間到 你看法呢 我們謝謝委員的指教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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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